这台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包装有两层 外面是用纸盒包装的 在封口处使用了胶带密封 纸盒内部包裹着白色的笔记本电脑包装 包装外表还附着着一层塑料薄膜 拆封的拉条还在 方女士表示 就是因为拆了外包装纸盒 商家拒绝退款 这个票我撕开了 就是拆开了 验了一下货 他没有跟我讲过 他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说这么贵重的电脑我不需要 方女士介绍 这台苹果电脑是他儿子 在拼多多平台购买的 买之前没有跟他说过 根据方女士提供的订单截图显示 店铺名称叫奇异果数码专营店 电脑的价格是11698块钱 下单时间是9月27号 第二天送到 因为方女士不想要 他儿子在9月30号提交了退货申请 10月1号拼多多平台显示同意退货 方女士说 快递寄出后 商家以拆开外包装为由拒收 原包装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动过 原包装的 这个拆风球在这里 一点都没有动过 电脑上买的时候就是7天无理由退款 就是这台电脑我们不想要了 他说因为我救我了 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动过 是外包装拆开了 他说外包装也不能拆 10月2号商家在对话框留言 您打开的并非是快递包装 而是商品的原包装被您打开的包装上有一次性的封条和该商品唯一的序列号的包装 此外商家还将商品介绍页面的截图发了过来 上面写着已拆风的产品不支持7天退换 商品速风膜被拆 原封牛皮纸箱或封条被拆等均视为已拆风 在特别提醒栏写着 本店确保国行原封未拆风发货 我们无法开箱检查 对于这些条款 方女士提出了质疑 拆的时候快递几乎是我售户的 这台笔记本电脑的外层包装纸壳上 有产品的序列号等信息 残留的胶带上印有SF字样 此外 对于这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激活的问题 双方也产生了争议 商家在聊天中表示 商品激活使用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方女士的儿子表示 您觉得没拆风会可能激活吗 商家发送了一张序列号查询的截图 图片中显示 维修和服务保障情况有效 预计到期日2023年9月26号 图片显示的序列号和电脑外包装上显示的一致 记者通过方女士儿子的账号给商家留言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也把情况反映给了拼多多平台 我像这个电脑像退货退款了 因为我们一天都没有去动态呀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接到商家的回复 方女士表示 商家已经同意退款 拼多多平台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产品激活的问题 平台方面正在进一步核查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